我個人當然是覺得說 第一個首先在刪除這個權限的部分 如果這個董事會 但後面等我後面會提到 其實我們現行法上面 就是說對於董事會 我認為還是應該維持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刑事審查的一個權利 那目前呢 目前的做法呢 就是說他都把它放寬 所以如果一旦發生爭議呢 其實對於公司的經營權 是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 甚至難以回復 譬如說我今天開會 開了會 那麼也都改選完了 那選完了之後呢 發生了問題 那要怎麼樣回復 該怎麼回復呢 再召開一次嗎 那事實上呢 姑且不論召開一次的成本為何 那我想在市場上面呢 必然會對於該公司的這個股價 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這樣子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呢 是不是對於我們希望能夠穩定經營 可以帶來正向的注意呢 我想這個是值得去思考的 那我們現行法呢 如果我們回到我們現行法 把目前的192條之一來看 現行法呢 其實現行法的部分呢 在法條的規範上面呢 少是股東的提案權呢 董事呢 它事實上本來的規範 就是已經是刑事審查 所以我們的修正查案呢 應該是就刑事審查的部分 把它再放寬 可能變得連刑事審查都不必 就只要提名就可以過了 其實現行法上面就已經是刑事審查 那麼我把幾個重點把它提出來 在我們的 事實上我在我的書面也有提到 在事實上如果各位去看一下 在地法院的這個提案的時候 公報94卷第40期的委員會的紀錄 它其實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在第四項 它說公司的董事會呢 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呢 應對董事候選人為刑事審查 為刑事審查 那麼審查作業要做成紀錄啦 要保留一段時間 那麼畢工日後這個董事選舉呢 產生徵送十字參考 徵送十字參考 所以其實從當初的這個立法理由 以及之後的一些規範上面來看呢 事實上我們本來就已經是 采取刑事審查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那再來呢 第二個呢 是你也只能夠依照呢 這一條的其他所規定的這個室友 那麼如果不具備這些相關的室友 那麼它事實上 它也只能夠做刑事上面的審查 那第三個呢 是主管機關其實也在後面呢 也增加了部分的 這樣子的一個審查的一個 揭露的一個程序 審查的一個揭露的程序 那麼藉由這樣審查揭露程序的 這樣子的揭露呢 也可以提高整個作業的透明度 減少相關的疑慮 避免這個董事會任意增加 無法預測的門檻 其實主管機關也有相關的規範 那麼在韓式的部分呢 也都提得非常地清楚 也都提得非常地清楚 那所以這個地方我就不再贅述 那 下期再见